5月6號是我們創校校第120週年的校企 歡迎與會來賓們一起努力我們學校來共襄盛舉 大家拜託各位 如果您有親朋好友是新店國小畢業的 就麻煩轉告 5月6號當天歡迎校友回娘家 我們學校很用心 從關護前日據時代一直到民國105年 把所有的畢業紀念冊都把它變成電子檔 會在當天把它呈現出來 讓這個校友能夠回憶一下當時兒時的記憶 好 那剛剛這些社團表現很棒對不對 其實我們學校還有不同的社團 那我就簡單介紹一下 新店國小有幾個比較特別的 第一 我們是新店區唯一擁有游泳池的學校 所以我們的學生呢 從小1入學就要學游泳到小6 這是我們的特色課程 第二個特色呢 是我們學校呢 是唯一跟這個我們地方電視台大西店有限公司合作 所以我們學校的學生呢 有小記者大世界還有小導演大夢想 這兩項特色課程 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他們要自己學會寫劇本 學會拍片 學會剪輯 而且要學會播放 那麼在學期末的時候呢 就會有成果展 那小記者也是一樣 下課的時候都會看到學生 他們自己呢 就會拿個麥克風去訪問老師 訪問學生等等 這就是我們很特色的地方 第三個重點 我們學校呢 是教育部的資訊典範團隊 新北市有這樣的容量很少 但是我們新北市行動學習的領導學校 因此我們的教室呢 都有電子白板 所以學生呢 也都會有平板電腦 所以在操作上呢 非常的便捷 講了這麼多的好處呢 如果願意的話 520 520那天 是我們的報名日期 歡迎一年級的新生 歡迎來報告 234年23456呢 也歡迎轉到我們新店國小 新店國小在哪裡 看我的實質 就在這條路最前面 學校真的很漂亮 看了就知道 待會如果有興趣 就走上去看看學校 學校真的很漂亮 因為學校太棒了 所以我一定要跟各位來做分享 好 那我們就把時間呢 這個再交給 吳主任我們邀請 邀現場來聽來做個體驗 最後 再次邀請大家 5月6號 列臨新店國小 一起來共襄盛舉 謝謝大家 好 再次謝謝校長 那